会公布这样的网站上 然后如果归单位是有想要提出申请民众推广的电脑课程的部分的话 可以再提出申请 然后一场次的话不是补书3000元的奖励 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奖励 这些也就对了 然后这部分的话不是说强迫性的 就是如果归单位有要申请的话可以来申请 然后另外的话是配合研讨会的办理计划的宣传 还有相关的活动 这主要是上网服务的推广机制部分 再来奖励的部分的话 除了刚提到说可以参与日本活动相关的竞赛交流活动 另外的话我们有机会参与本专案的一些服务影片的拍摄 像去年南楼这边有有像服务的影片 等一下我们会在网站上会看到 今天的话我们也预计会拍六支 就是这样的服务影片 像感人的心得啊有序的小服务师啊什么的 一项颁奖联礼的时候 我们会至少选出了一句成绩的股份 然后依据成绩的股份 再来的话刚才有提到说 上网服务师可以提出要办理行动课程需求的相关课程 然后这个每个厂次是15人以上 然后将补助3000元的基金费 然后我们后续会在8月20号所有的好活动结束之后将这样的基金公布 在网站的资讯带人网站当中 然后也会联系这个单位开始申请 再来的话是资讯带人的推广机制 这部分跟各位比较有相关 就是主要我们资讯带人今年分为两类 一类是一般的资讯代理人 它是隶属于上网服务处的 也就是由上网服务处 这边来推荐成为我们的资讯代理人 然后另一类的话是行动资讯代理人 它又分为两类 第一类的话它是有自备它的设备 然后它是主动 然后第二类的话它是有这个热心 但它可能没有设备 需要有连考会这边提供20个名额 今年度只有20个名额 主要是因为它是结合连考会的另外一个计划 借用来的这个设备 我们也会希望说明年度的话 就是在行动更快的话可以更扩大 另外一个计划借用来的这个设备 我们也会希望说明年度的话 就是在行动更快的话可以更扩大